欢迎来到我们的外交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今天的新闻带来了几则令人震惊和感动的消息 首先我们关注到以色列对加沙一所学校的空袭 导致超过一百人死亡 其中包括不少妇女和儿童 尽管以色列军方声称目标是哈马斯的指挥中心 但这一惨剧仍引发了广泛的国际谴责和关注 其次缅甸发生了一起无人机袭击事件 导致多名正在逃离的罗兴亚难民死亡 目击者描述了在尸体堆中寻找新人的惨状 这起事件成为近期缅甸国内冲突中最致命的一次袭击 最后我们来看一则来自来自香港的正能量新闻 香港特首李家超在巴黎奥运会上对年轻运动员的表现 给予了高度评价 并鼓励香港的年轻人相信自己追求梦想 展现奥运精神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以色列对加沙城的一所学校进行空袭导致超过一百人死亡 其中包括富裕和儿童 以色列军方声称该校是哈马斯恐怖分子和指挥官的藏身之处 单位提供证据并表示以采取措施减少平民伤亡风险 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官员谴责这次袭击是可怕的犯罪 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制止这些屠杀 伊朗和埃及等国也谴责了以色列的行为 称其违反国际法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联合国特使弗朗西斯卡·阿尔巴内塞在社交媒体上谴责世界对加沙大屠杀的冷漠 并呼吁国际社会保护巴勒斯坦人 每日电讯报报道 以色列对加沙的一所学校进行空袭 导致超过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哈马斯政府表示 袭击发生在人们进行沉倒时 许多人因此丧生 以色列军方称其空军目标是哈马斯指挥中心 并采取了减少平民伤亡的措施 联合国数据显示 截至7月6日 加沙的564所学校中有477所直接受到战争影响或受损 美国 埃及和卡塔尔正在努力恢复加沙停火谈判 计划在周四进行新一轮谈判 以避免更广泛的冲突 特别是涉及伊朗及其黎巴嫩盟友真主党 南华早报报报道 加沙民房机构称 以色列对加沙成一所学校的空袭导致90至100人死亡 加沙政府媒体办公室称这次袭击为可怕的屠杀 以色列军方表示 其精确打击了位于学校内的哈马斯指挥中心 以色列誓言摧毁哈马斯 但在国际调节下同意下周恢复谈判 伊朗声称以色列试图在中东扩大战争 而哈马斯官员及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延长战斗是出于政治利益 联合国估计在过去72小时内 至少有6万名巴勒斯坦人向西部迁移 美国哈塔尔和埃及的调解人 邀请交战各方在多哈或开罗恢复谈判 以实现和平 波伦多新报报道 周六凌晨 以色列空袭袭击了加沙市的一所学校 造成至少80人死亡 成为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持续十个月战争中 最致命的袭击之一 以色列军方承认这次袭击称目标是学校内的哈马斯指挥中心 但哈马斯否认这一说法 袭击发生时 学校内有约6000名因战争被迫逃离家园的人在避难 目击者阿布·阿纳斯描述了袭击的惨烈 导弹毫无预警的落下 当时有人在祈祷 有人在洗漱还有人包括儿童 妇女和老人正在楼上睡觉 他还补充说他还补充说 三枚导弹穿透了学校和其中的清真寺 导致许多受害者无法辩院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 截至7月6日 加沙的564所学校中有477所直接遭到袭击或损坏 多伦多星报进一步报道袭击发生后 加沙市的阿和利医院收到了80具遇难者的遗体 和至少10人的身体残骸 医院主任法德尔·纳伊姆表示 医疗团队已确认了70具遗体 袭击发生时 人们正在清真寺内清真寺内祈祷 目击者阿布·阿纳斯称 导弹毫无预警的落下 第一枚和第二枚导弹接连袭来 救援人员只能从废墟中找回残缺不全的尸体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纳达夫·孝沙尼表示 约有20名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总织 的武装分子 包括高级指挥官 正在学校内策划对以色列部队的袭击 汉马斯官员伊扎特里什克否认学校内有武装分子 以色列称目标学校位于一个清真寺旁边 该清真寺也是加沙市居民的避难所 多伦多星报还指出 这次袭击发生在美国 卡塔尔和埃及调解员加紧推动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之际 埃及作为关键调解国称这次袭击显示以色列无意达成停火协议和结束战争 英国约旦也谴责了这次袭击称其为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 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已导致超过39 6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另有超过91700人受伤 战争由哈马斯在10月7日的基因引发 当时加沙的武装分子突袭以色列南部 造成约1200人死亡 250人被绑架 加沙战前230万人口中 已有超过190万人 被迫离开家人 被迫离开家人 四处逃难 大多数人现在挤在加沙海岸线约50平方公里的浅漏帐篷营地中 兰华早报报道 缅甸若开邦的罗兴亚人遭受无人机袭击数十元散生 包括儿童在内的家庭成员 多名目击者描述了袭击后的惨状 幸存者在尸体堆中寻找死伤轻人 袭击发生在罗兴亚人等待越过边界进入孟加拉国时 目击者称阿拉丹军队应对袭击负责 无人机袭击造成的具体死亡人数无法确定 但有势比显示 大量尸体显示 大量尸体散落在泥泞地上 35岁的穆罕默德·埃利亚斯描述了 妻子和两岁女儿在袭击中受伤 并最终死亡的情形 另名幸存者沙姆斯丁表示 袭击后许多人死去 还有一些人因伤痛而尖叫 此外逃离的罗兴亚人乘坐的船只 在纳夫河中沉没 造成更多人死亡 乌国界医生组织表示 自上周六以来 他们已治疗了39名从缅甸逃到孟加拉国的商城 联合国难民署表示 已知晓两艘船在孟加拉湾沉没的交集 但无法确认具体情况 罗兴亚人长期以来在缅甸受到迫害 2017年有超过73万人逃离该股 自2021年军事政变以来 缅甸局势动荡不安 罗兴亚人试图逃往孟加拉国寻求安全 半岛电视台报道 马里东北部的暴力事件 迫使许多妇女和女孩逃离家园 但他们在逃亡途中遭遇性暴力 在尼日尔边境的检查站 17岁的卡尼和其他女孩被武装人员 带入帐篷内轮流强暴 卡尼描述了他在尼日尔边境小镇艾尤罗的生活 并表示自从遭受强暴后 他对持枪男子感到恐惧 另一名17岁女还库姆巴掩描述了他的遭遇 并表示每次回忆起这一事件都感到恐惧 他们从马里东部的奥瓦塔古纳逃离 该地区受到所谓大萨哈拉伊斯兰国的武装袭击 超过1万名马里人逃往艾尤罗 有些住在难民营 有些则住在当地居民家中 卡尼和库姆巴最初在难民营住了几天 然后在镇上找到工作和住处 他们认为逃往尼日尔是个错误 因为在路上遭遇了另一场地狱般的经历 他们描述了武装人员如何强暴他们 并从男性难民身上夺走钱财 这并非他们第一次遭遇性暴力 2023年3月他们在奥瓦塔古纳的家中也曾被武装分子强暴 马里自2012年以来泄入动荡 武装分子在北部发动叛乱 法国曾派兵协助镇压 但冲突蔓延至萨赫勒地区 2020年军事政变后 马里与俄罗斯的瓦格纳集团合作 但未能遏制叛乱活动 联合国专家表示 自2021年以来 马里军队和俄罗斯佣兵的侵犯人权行为 包括性暴力在内的报告不断增加 塔尼格库姆巴表示 生活在马里变得非常危险 他们希望能逃离这个充满暴力的地方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特首李家超在一个高级别青年峰会上表示 香港是年轻人成为冠军的理想之地 可以实现奥林体克精神中的更快更高更强一起的理念 每一位参加巴黎奥运会的香港运动员 都展现了巨大的决心 不懈的努力 活力 激情和强大的团队精神 这些都是香港精神的宝贵属性 李家超强调 年轻人是香港最大的资产 政府非常重视青年发展 香港为年轻人提供了无限的发展潜力 得益于其无与伦比的连接线和国家的坚定支持 他鼓励年轻人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的直觉 不断超越自己 这次论台是特首在去年施政报告中提出的年度青年节的一部分 北京高层官员和沙特阿拉伯 马来西亚和老挝的副部长也参加了开幕式 奥运金牌得主江曼维也将参加下午的讨论会 分享如何培养年轻人的积极思维 悉尼晨报报道 维多利亚州的博学家阿诺德 迪克斯曾是一位坚定的环保主义者 他的家位于墨尔本的丹德龙山脉 依靠太阳能和电池供电 他曾抗议弗兰克林河的筑坝 并声称自己是澳大利亚第一个拥有混合动力丰田普瑞斯的人 他参与了反核运动 并在北领地卡卡度国家公园进行油矿开采影响的研究 迪克斯表示他曾因辐射暴露的未知风险反对含有土的气灯罩 然而随着气候变化威胁的加剧 他的立场发生了重大变化 他现在认为澳大利亚必须考虑核能 特别是在面对全球气候危机的情况下 迪克斯不仅是花卉种植者律师工程学教授 还是国际隧道和地下空间协会的主席 他最近从中国返回参与了高层核废料处理的会议 并为多个国家提供深层核废料存储建议 他认为当前澳大利亚关于核能的辩论 过于关注假设性的长期风险 而忽略了更为紧迫的现实风险 《卫报》报道 英国外交大臣大卫拉米计划在9月份访问中国 这将是他上任后的首次高级别接触 虽然具体日期尚未确定 但外交联邦和发展办公室叶发言人表示 拉米的出访将按惯例确认 拉米原本计划在今年夏天工党仍处于反对党时访问中国 单英大选被推迟 在工党赢得大选后 拉米于7月26日在东盟会议上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拉米将面临采取强硬人权立场的压力 特别是工党在2023年影子外交大臣时期 重申了将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行为 认定为种族灭绝的立场 英国政府正在进行对英中关系的审计 以提升英国应对中国挑战和机遇的能力 前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在2023年8月访问中国 但保守党政府在对华政策上面临来自强硬派议员的压力 拉米的任务是重新连接与中国的关系 并在西方国家中重拾对中国的接触态度 CNN独家报道了外派任务在海地与帮派斗争的情况 太子港部分地区开始恢复生机 街头重现人们的身影 但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帮派横行绑架平民 阻碍食品和水运输的战场 自6月底多国安全支援任务 按麦塞萨来后 犯罪活动有所减缓了 但在城市的红区 新的战争正在开始 GNN获得了对该任务的独家访问 报道了由肯尼亚领导人 麦塞萨部队在夜间巡逻中遭遇的激烈交火 肯尼亚军官称这些袭击为雨 但他们的车辆没有配备射击炮塔 只能缓慢撤退 MSS任务的目标是支持海地国家警察的行动 而非取代他们 肯尼亚警察虽然在国内有侵犯人权的指控 但在海地的任务中他们设立了严格的卫生和安全措施 尽管面临装备不足的问题 MSS指挥官奥通格对任务充满信心 认为一旦任务全面展开 海地的帮派问题将得到解决 然而海地的帮派仍在观察和等待 部分帮派已经展示了新的武器 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 兰华早报报道 菲律宾和越南海岸警卫队 在马尼拉湾口举行了首次联合演习 这是两国在南中国海与北京存在海上争端的背景下 进行的首次此类演习 演习包括灭火和搜救活动旨在维持争议海域的和平与稳定 菲律宾舰 比尔匹嘎比尔德塞兰的船长 Lawrence Rook 表示 希望越南海岸警卫队和政府能够遵循 菲律宾的规则基础方法 演习模拟的一艘船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起火的救援场景 两艘船只还进行了通过操纵 以结束演习 与菲律宾和中国船只之间最近几个月的暴力对抗 形成鲜明对比 这些对抗引发了可能会拖累美国的冲突担忧 担忧北京声称几乎整个南中国海 但国际裁决认为其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计划今年晚些时候派遣一艘船只前往越南 以加强海上合作 两国最近向联合国提交了单独的信息 主张在争议海域拥有资源的排他权 CNN报道 根据加沙地区官员的消息 以色列对于所学校的空袭造成至少九十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这所位于加沙市东部奥德尔A社区的奥塔滨学校 当时正在收容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 加沙民防部门发言人马乌贝索表示 许多遇难者的遗体被撕裂 尚未被识别 以色列国防军确证了这次空袭 称其空军精确打击了欠读该戒读中的哈马斯指挥和控制中心 军方声称这个指挥中心是哈马斯恐怖分子和指挥官的藏身之处 从中策划和推进了对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的各种攻击 这次袭击是以色列军方自上周日以来对加沙学校的第五次袭击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本周早些时候表示 对这种不断升级的袭击模式感到震惊 以色列自10月7日哈马斯袭击南部以色列后发动了军事攻势 造成近4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超过9万人受伤 使用怕 加带万人被迫流离失所 当地医院的医生称 当天至少有50人在袭击中丧生急诊室挤满了受伤的人 许多人有斜肢和烧伤 这一事件是以色列最近一周内多次致命袭击中的最新一起 南华早报报道拜登政府决定解除对沙特阿拉伯的进攻性武器销售禁令 这一政策转变结束了三年来的压力 以促使沙特结束野门战争 美国国务院确认将解除对沙特的空对地弹药转让的暂停 并表示将根据常规武器转让政策逐按考虑新的转让 政府已向国会简报 销售可能最早下周恢复 消息人士称美国政府正在进行销售通知 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表示 沙特已履行其协议美方也准备履行其承诺 根据美国法律 重大国际武器交易需经国会审查 过去几年 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质疑向沙特提供进攻性武器 因其在也门的行动对平民造成重大影响 及一系列人权问题 然而自2022年3月沙特与胡塞武庄达成联合国岛的停火协议 沙特在也门的空袭已停止 来自也门的跨境火力也大幅减少 务院官员指出 沙特国防部在减少平民伤害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部分得益于美国教官和顾问的工作 也门战争被视为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多个代理战争之一 胡塞武庄于2014年底推翻了沙特支持的政府 并自2015年以来与沙特领导的军事联盟交战 该冲突已造成数十万人死亡 80%的也门人口依赖人道主义援助 拜登在2021年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 以沙特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庄的行动造成的重大平民伤亡 此代以来 美沙关系回完 华盛顿在哈马斯10月7日袭击以色列后 与利亚德紧密合作 制定战后加沙计划 拜登政府还在谈判防务协议和民用合合作协议 作为沙特与以色列正常化关系的广泛协议的一部分 尽管这仍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 决定出台之际 地区威胁水平自上月末以来有所提到 伊朗和黎巴嫩强大的伊朗支持的真主党组织 誓言报复以色列 因哈马斯政治领袖伊斯梅尔哈尼亚在德黑兰被杀 胡塞武庄已成为支持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 哈马斯的强大力量 今年早些时候他们袭击了据称与以色列有关或前往以色列港口的商船 谢谢您的收看 收看市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4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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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